2月6号 短道速华互合团体接力决赛夺冠后的第二天 当中国短道速华队员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时候 伍大庆再次热泪盈眶 这也是他赛后面对镜头的第二次哭泣 期待接下来的比赛吧 期待接下来的比赛我们能够经常来到这 在伍大庆眼泪的背后 是北京冬奥会四年周期里艰辛的备战过程 作为上届平昌冬奥会中国唯一一名冠军得主 他在北京冬奥周期被寄予厚望 但也曾遭遇低谷 面对起伏状态 伍大庆凭借顽强的意志与家人的鼓励 在家门口再次站到最高领奖台 这四年当中我们也是不断地去努力去突破 然后这也是我们中国代表团的手金 也是冰上项目的第一块金牌 所以我们更加激动的是 能够给中国代表团获得手金 给我们的队友们 其他项目的队友们 中国冰雪的队友们 开了一个好头 打了一个好样 所以更加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比赛 伍大庆夺冠后特别动情地提到了家人 他说他能够想象家人在家中观看比赛的心情和状态 自己夺冠很激动 但父母肯定比他还激动 伍大庆说 北京周期四年走得不容易 感谢家人给了自己最好的支持与陪伴 奥运会结束之后 我会更有时间地去陪伴他们 陪伴一段时间 然后也弥补一下这四年的缺少我的时间 家人给我了很多动力 在我最难的时候 和在我状态最起伏的时候 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 都是他们站出来给我鼓励和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